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啊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我在我前生嘛 很久很久以前 我找过一个女朋友 特别好 这个女孩子特别好 唯有一样 就是特别厉害 查清查的特别厉害 就是人的性格也特别刚硬 你知道吗 弄得我经常魂飞魄散 然后呢 就是最后我们分手了 你知道分手的时候啊 他就跟我恶狠狠的跟我说啊 我觉得今天想起来很有意思 他说 我们分手了 我说分手了 他说 但是你死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我 说你临死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还很感动啊 我说我不会告诉你的什么什么的啊 然后他说 我一定要到你的这个床边 病床旁边啊 我说那个 你不用到那个时候还想 还想着我 他说 我不是这位看你的 他说我一定要看 你死的时候到你床边看看 看看 看看床边还有什么女人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好可怕 分得好 分得好 言言意识 是吧 就是他实际上也不爱你 他也不要跟你在一起 但是他有一个愿望 就是说 我倒要看看临死的时候 你跟谁在一起 你没有办法 哦 他是要看你最后那个女人 对对对 最后跟谁 是谁跟他最后一样 所以就是他表示他还是爱你嘛 我还以为他像李敖 像李敖很厉害 李敖大师啊 以前坐牢嘛 被国民党欺负嘛 国民党把他抓去坐牢以前审判 有些国民党的高官 特务头子 对他很不礼貌嘛 欺负他 那后来呢 坐完牢之后呢 李敖呢 每一次听到曾经欺负过他的那些国民党头子 都老了嘛 病了嘛 躺在医院快死了 那李大师一定跑去医院看他呢 为什么看他 不是说跟他和解啊 是站在他床边 我就看你怎么死 然后用当年 然后还用手插着腰 就当年就是这样 我坐在那边 你在审判我的时候插着腰 好 你就直接对我 我要以牙还牙 这有种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的感觉 对啊 对啊 我以为 解气啊 我以为你那女朋友是要看你怎么死 我过来解气 这是一个他的是竞争心态 想说到底谁比我更值得陪你走到最后 应该是这样 那如果是你 比如说韦杰 你的先生或者你的男朋友 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你们俩一直非常好 但是呢 他有一次病了 或者说就像这个出了什么车祸 放在医院 你一去发现好几个 好多姐妹花 那个时候你感觉会是怎么样的 当然是不爽啊 当然是不爽啊 然后就先来先来 就是看谁先来后到啊 先排一下嘛 好 第一是不爽 是吗 当然是非常不爽啊 然后第二呢 是排谁 然后会开始质疑自己的查情能力 想说我到底miss掉什么了 为什么我都没有发现 你肯定是有一些蛛丝马鸡出现啊 那还想跟他在一起吗 我觉得要看吧 如果说你是跟他是 比如说他如果是我是名正言顺的 或者是我们是结了婚的那种 然后是大婆 然后对对 如果是大的话 就要有小孩大的话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说 哎 这个分手的离婚代价是什么 那如果说不是的话 就只是就都只是男女 那就不要好了 因为我觉得就算了 没有 单纯就是算了吗 如果不好就算了 算了 哎 但是这17位女子现在在微信群上不是结成一个群吗 成为姐妹复仇团 叫复仇联盟啊 妇女的妇 仇恨的仇啊 就复仇联盟 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骗钱 骗钱方面的 她老跟女的借钱 骗钱是一一回事啊 我们经常说我 比方说你刚说那种情况 被被被被被判 很伤心 其实很伤心的一个关键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欺骗 比方说我今天欺骗你啊 其实我是把你的历史改写了 我偷了你的历史 怎么说呢 因为你一直以为我是怎么样的人 跟你在一起 一对一 怎么怎么样 对你来说你老海 我们之间是有故事 是有历史的嘛 突然发现不是了 那其实在被 当你发现你被被判的那一秒钟 其实最难过的感觉是说 老兄啊 或者说 妹妹啊 你把我的历史偷走了 我的历史全部空白了 或者说扭曲了 原来我以为以前一直相信的 这样这种事情 原来不是这样的 那种就是被被判 被欺骗的最大的难过的感觉 你要把他克服 但是某种程度上 根本上讲 我们都生活在这种处境 我们过去以为那历史难道都是真的吗 就是 历史都是 只要是人进去参与的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 他真是女人的心很复杂 现在这17个啊 据这复仇联盟说呀 有些更多的人 女的不愿意站出来 据他们说还没确定的至少有30个 30个 对 就外边还有30个 而他的这个微信目标群就是他想 可能发展的这个目标有200个 他是老鼠会 其实他是老鼠会会同吧 他其实是用这样子来这个地下钱庄来钱滚钱的吧 互相都 三十多个人 互相不知道啊 都互相不知道啊 而且到过来看嘛 我觉得要公道一点看 这个新闻有些我们还不知道的 那不管是20个也好 30个也好 200个女人都好 他们难道都只有这样一个男人吗 可能比方说17个好 那到了医院那17个 我们先不要说被骗钱 可能在他心中已经没有什么爱了 我就是要讨回我的钱 加历史 OK 那其实那17个可能很多 自己都要两个三个四个男人 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程度来交往 我们没有挖出来 现在有了这种工具 微信也好 什么都好 是什么 把我们关系的生产力 马克思 我的本家马克思说的 生产力嘛 生产力是最重要 生产力完全解放了嘛 对不对 生产力也是我本家马克思说的嘛 一种生产关系 生产形态是对应的它的生产力嘛 当你被压迫生产力的时候 这会革命 其实现在一样 其实我们到了这个关键 不应该再用以前那一套了 这个骗钱是不好了 可是其实它是一种关系的发展 对 我这个完全认同你这么讲的这个理论 但是我估计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就是现在啊 有些情况真的是这样 他不是 过去老说 郭鸿鸣说什么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 实际上郭鸿鸣活到今天呢 眼镜就得掉了 因为现在是网状结构 你以为 这我有一个朋友还说呢 说哪个男的哪天好像跟这个女的发生一夜情 第二天回来还炫耀 还这个这个皮点皮点还挺高兴的 后来我一朋友说 说你到底是你玩了人家 还是人家玩了你 你这个还真是男人 有时候他会就是现在有时候 互相间都搭着好几头呢 但是我的直觉 这个人他蒙骗了很多这个女孩子 应该还不至于是这种情况 这就说明啊 中国啊妇女解放的任务还是很深重 过来的路还很长远 有的女朋友 他们从最大的要四十几的 小的有这个二十出头岁 二十出头很小 有女工啊有护士啊 我觉得他们很多都是很单纯的 就是说他的工作环境是非常封闭的这种 我觉得还反而是容易被骗的 因为他觉得比较单纯一点 他不会去质疑他 或者是说久久见一次面 他会觉得说 对 距离是一种美感的那个感觉 单纯到一年见他十次面 他就相信他是他的老公 很好啊 家会一直盼着这样 我发现很 这个新闻出来说 好多男生在网络上说 天哪他开班授课 如何一次同时把十七个杯 就开个讲座 很多男生都在网络上这样 没有 我说很好 不是说希望什么一个茶虎 配多少杯 就像文涛说嘛 女性要解放嘛 而且男人要获得公平的对待 前提一定要女性也解放了 不要把所有罪名压在男人头上 像我刚说你说那个所谓单纯 我们当然不是说 故意因为他是女工 因为他草根 就觉得他笨 单纯被骗 而是说 有时候这种关系啊 更简单 更不用说 比方说相对 不是什么草根 是什么管理阶层 女强人 他要控制那个男人 还签婚前协议 或者说 一嫁给他 就升级小孩财产 什么拿过来等等 那个好像看起来 一对一很稳定的传统关系 不见得是好啊 不见得是对两个都好的 因为把人的生命力完全绑住嘛 可是我觉得他其实有点破坏了 彼此之间的信任 如果说今天这个男的 他就是摆明的跟大家说 跟17个女朋友说 OK 我就是open relationship 就是我是开放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 我除了你之外 我还找其他女朋友 如果他是讲这样告诉对方的话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是没有反抗的 就是说他没有理由去攻击这个男的 可是今天的感觉不是这个样子 今天的感觉是说 只有这个男的自己是开放型的关系 其他女生都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生气是合理的 这个宫安局现在不是立案吗 介入调查 就是说涉嫌 这个形势 这个欺诈 可能就是 这个事你还真的要小心家辉 用我 就是说你这个 不不不 两方面都要小心 要小心什么 好想知道 我跟你讲是真的 这个最近我听说一个事 就是一个很有钱的老板 你还别说 这个谈恋爱 真可以 可以告得入的 就是诈骗 就是他呢 有一个小女孩 当然他是大老板 有一个小女孩 年轻漂亮 跟他好好 又送房子 又送车 好了几个月 小女孩就不接电话了 就这个这个 找不到他 不接电话 最后这个老板气的呀 他说 他诈骗 他就是诈骗 就是我给你钱 给你房子 给你车 对吧 好 那个女方的理由 就是说我谈恋爱嘛 我感情不好了 感情不好了 我为什么还要理你啊 对吧 所以你找不到我 但是这个男的 这个老板 最后就找律师 就是 我才知道 在司法实践当中啊 真的这个天下 这个行业的妇女 也得当心 这个行业 诈骗行业 先人跳行业 有可能你会被判诈骗 可是我不懂 为什么他真的会被判诈 就说明他也怕 只要有证据 你拿了我的财物 你以谈恋爱为名 可是最后 当然这个法院的诉讼过程 我具体不清楚 但是最后就是说 你没了 你说 难道你仅仅说 是我感情不好了 感情不好了 可是你收了人家很多财物 人家如果告你是诈骗 这是有机会告得入的 只要证据 证据链完整 但是我觉得 那就很那个啦 我觉得如果说是 比如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然后订婚 或者是求婚戒 你不要 你跟他分手 你还给他 我觉得OK 可是我觉得交往的礼物 那些的不能算 礼物可能 但是你 比如我觉得像是这个 有很大的财物 除非他们有签约 哪怎么签约呢 有台湾的那个 包装小生 写说我一年给你多少钱 多少车 然后什么之类的 然后旅行的义务 有什么什么的 除非他们是有名列的 这个合同 他违约 然后把钱拿走 那我觉得这个算诈骗 但如果说 如果都没有的话 确实啊 他就是收了一个礼物啊 我国法院保护这种合同吗 就是包养合同 在那个台湾 台湾的法律上好像有 好像我记得香港 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好像是可以 是不是 可是那个理由 我也没有几次去看 好像是有的 在说 他说你在关心里面 包含不诚实的部分 对对对 所以他提醒我 小新是 小新财产 我小新我被人家 告我诈骗 收了一堆礼物 我从来 我行走江湖 是有一个大原则 从来不带钱 不送礼 从来不送礼 从来不送东西 对对对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位长沙奇男子 现在就说 这是他开车的这个照片 这样子可以拔到17个妹 我真的只能说 他传短讯 真的传得特别好 你看 对 但是你看看结果是如何呢 再看下一张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好像脑神经受损 这个人呢 跟车祸 总是巧合 他两次出车祸 然后呢 这个 你再看下边 就是17个女友出现 这是女友之一 听说他神志清醒的时候 上去还逐一拥抱 还有说17个都是老婆 跟他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他就像我一样的一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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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个值得注意 就是曾经前几年 我记得有一个女的 就是被骗了一百万 最后呢 就是发现了 这个女的好像是在法庭上 还是在法庭外 就是说我不后悔 说我甘心 为什么 他说从来没有一个男人 这样宠我的 就是说 这个女人也有点这个 服务到位 他这个人结过婚 你知道吗 这个人他之前的老婆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 就是他之前这个老婆 媒体给他起了个话名 叫小青 小青 这小青你知道说什么吗 小青说他吹这么多牛 他说我很快就知道 他是吹牛 可是呢 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不想破坏这个家庭 因此我的反应是什么呢 不但不戳破他 相反我加倍的对他好 为什么 他希望他回心转意 你说这个 好伟大 对 女人很伟大 我觉得 太伟大了 明知道他是吹牛 每天就听着 没有 我经常 到最后你知道吗 他吹的那个牛啊 这个小青的经历 比较牛一些 好像还去过日本什么的 到后来他骗别的女孩 就把这个小青的经历 当成他的经历 跟别的女的吹 他不断的一直骗人 他会不到时候都已经相信这些事实了 就骗到最后自我催眠 因为讲了一百次之后 你就觉得他是真的 然后就 就真的确实 他就把他讲的跟真的一样 没有 有时候骗人这个 欺骗别人是会上瘾的 有时候 比方说这些骗十七个 假如真的是骗的话 他可能一个两个三个下来 他自己觉得过瘾 他又编要谎言嘛 又这样骗嘛 又把故事 积极的故事 别人的故事 把泪吹牛这样 那会像 变成一个挑战 其实有点像打电动玩具一样 要不断的破关 累积生命吗 电动游戏 对 一关过了又一关 像高难度挑战 可能是这样 他过瘾 而相对的所谓被骗的女生 可能也有些坦白讲 是不是真的完全不知道吗 真的是完全没怀疑呢 我真的不太相信 有时候就好嘛 生意见逼见就过了这个感觉 有时候你爱一个人啊 不一定需要爱他诚实 也不一定需要爱他对你忠诚 他本身就有魅力嘛 就有爱嘛 我记得好多年前 假如我没看错的话 看有一个访谈 访问王晶 香港那个导演 他骗了很多 我没这样说 可是那个记者 记者里面就问他 因为江湖很多关于王晶先生的一些 传闻 传闻嘛 交女朋友啊 这个那个好 这样问他 假如我没记错的话 那个女记者是问 那你家里的太太 怎么受得了啊 什么什么 王先生呢 就会就这样讲 有时候啊 我们爱一个人啊 假如那个人是很好 很好 很好的 你明知道爱不了他百分之一百 他没办法百分之一百属于你的 百分之二十属于你了 你也够你满足了 已经非常快乐了 我们爱的上一个人很有魅力 比方说文涛也好 贾辉也好 文涛啊什么什么 别再提别人来 就我们俩 列举所有的来宾 所有人 成龙 用成龙 成龙大哥 OK啊 他很有魅力啊 你爱的不一定是成龙的忠诚 诚实 这个那个 我爱的可能是他的幽默感 他的功夫 所以说你意思是说 他要他什么吗 对他说这个 你觉得行吗 就是说比如说 我很喜欢雷神索尔 但我一辈子不会 都不会得到他 但我觉得得到他 就在电影院看他的两个小时 谁是雷神索尔 就是那个 复仇者联盟里面 算了 就是一个英雄人物的影像 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很喜欢他 但我也得不到他 但我在电影院看到他的两个小时 就是我得到满足 那我就要接受这个现实 是不是 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 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 你看到他 你就迷住了 但是对不起 你要跟他好呢 你可能就要接受 跟另一个女人 分享他的这个事实 那么你是愿意有他的一半 还是愿意有一个 non-try的百分之百 我不能讲non-try的 就是一些 你对意外确认怎么办 人都是平等的 对吧 你就是 你是接受 另一个差点事的男人的百分之百 还是一个 你心中最高魅力男人的百分之五十 这个人 就无论男女 都看他自己的选择 确实是这样 就如果说他可以接受 所以我说 如果说是彼此都是知道 彼此之间这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OK 但如果就是一方不知道 那我觉得就不OK 你说这个女人啊 真是让咱们觉得是个迷啊 就是说他 愿意相信 是什么意思 你看他愿意相信 或者说呢 他这个心里边啊 好像有个自我屏蔽的一个机制 不是没有怀疑 但是他好像 比如说有时候男人哄一哄啊 他就没事了 显得以后好像都显得没事 你觉得他内部 大家会计客 然后等到某一天 你快挂的时候 他就去看你 又骂你之类的 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比如说我呀 我是这个是真假是非 眼里不如沙子啊 你比如说这女的 你给我戴了绿帽子 这事 你说什么 我也不可能说 就装作不知道 对我来说不可能的 你来忘记他吗 不是不知道 是能不能 能不能把他忘记的问题 要原谅包容体谅 我觉得很难 我也觉得很难 我记得冯小刚啊 说过这个比喻 当然不太好听 这是他很认真 也上开玩笑的 就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吗 OK 你老婆跑出去半年了 乱七八糟 跑去不晓得哪里回来了 你还接受他吗 冯小刚想了一下就说 这样啊 这样就当做我的脚踏车 被偷走了 那捡回来呢 拿块布抹一抹 抹干净 再继续骑吧 就这样 他是打了这个比喻 那骑了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 我就忘记了嘛 我就把它忘记了 也体谅说 假如你刚说戴绿帽子 这个啊 可能他那时候被欺骗呢 可能软弱呢 可能他也是受伤害的那个人 那假如你真的爱那个女的 不管是老婆还是女的 我指的这个意思 就是长沙七男子啊 他是同时进行时 他是正在进行中 那么就说这些女的 不会这么不敏感 难道真没觉得 你像有的女的在他手机上 那都都看见了什么宝贝啊 什么茶叶放哪啊 不是不是宝贝 就是老公 老公茶叶罐放哪啊 他愣能跟人说 他这是同学之间下开玩笑 那你说这女的是真傻还是假傻 没有我觉得就是没有戳破而已 对我觉得就是没有戳破而已 而且你要想 他可能一年见十次面 其中的一次发现这件事情 你想要花这 你会觉得说 我跟你相处的时间 都这么的宝贵 这么的短暂 我要为了这件事情 跟你吵架吗 也许他也不想 所以他就算了算了 就这个谎言是合理的 你就会觉得算算算 OK 大家还是和平相处 因为你还想要维系这个关系 但这前提是 你还想要维系这个关系 你知道这个就证明 这今天的这个社会啊 其实你也是服务 也是货啊 我就觉得 有的人想找个女的 半天都找不着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我跟你说 就是找起来也非常容易 找个女的太容易了 就是你知道 当然咱们不能干这个事情 我的一个大学 因为我被拍照 不是我的一个大学 干这个还是要过两招给兄弟 对 你说一下 我很 我不能说很羡慕 就还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观念 就是说 就现在这个交友软件啊 这种什么摇一摇啊 你知道 我个大学同学 我到他所在那个城市去 他 他说我才不找什么女朋友呢 他说我现在就四个 下星期我就换 我说下星期就换 他说我每个星期都换 我说你怎么找的 哎 他就是天天在那个城市的那个那个CBD啊 那个有个大厦的 那喝咖啡 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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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弄这个 弄这个 天天就摇 摇摇 手不能 能不能不讲东西 有点 大家必须要体现一下那个功能是什么 对 这个才就是 你以为这个是什么 很奇怪 人家不用手的啊 人家用手 就是 然后 摇出来 我说那有什么成功率啊 他说这个广泛三网重点培养啊 我摇这么一下 我摇 我摇一百 我摇一百多个出来 我还没有一个成的吗 而且很多物质少女 什么90后的 甚至00后的 那么小岁数 你现在开始了吗 对 我摇了几年了 没摇过 那功能没开 摇完了说在哪呢 那城市也不大 慌就到他这喝咖啡 完了之后就带去旁边精品店 买点什么这个东西 买点那个东西 然后约这么几两天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交易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交易 泡妞的一种方法 就是也不叫交易 就是让这个女孩觉得跟这个叔叔 挺好玩的 跟叔叔出去玩 有饭吃 有酒喝 有东西可以拿回家 对 这个怪叔叔 然后下个礼拜 叔叔就不见了 又可以找新叔叔 这个概念 所以我就知道 我说这些女孩 我跟他吃饭 不停的跟他打电话 就是都是 这些小女孩啊 18、9岁的小女孩 一年上他呀 你和长的 那是我们同学当中 属于很难看的一种 你知道吗 那就是 江江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所以啊 我觉得这个人啊 他也是有点独到之密 你还别说 就是他主要跟这些女的吹 他是什么工作人 什么有钱人啊 甚至那个微信里边 就发那个人民币的照片 我觉得也太low了吧 对啊 发那个人民币 一扎一扎人民币照片 给这个女朋友 所以这些女生 有些借钱给她 是感觉一种投资的概念吗 就是我投资一下老板 就是有一种 这种回收 可以三倍 比买股票还快的 那种感觉吗 他微信发给你 那个房子的照片 跟这个女的 就许以为来啊 说你看 这是咱们结了婚 而且他就一点 他大胆结婚 不是大胆许特结婚 就女的受不了这个 你说一天结婚 这就是将来 就是在房子 看了吗 发这把片的房子 现在先借点装修费 你先给我两千块钱 那女的就像你压住 赌钱一样 我觉得可能有些女的 但我个人就完全反观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就第一次 我跟那个 就是跟学长去约会 就去看电影 然后电影上面出现了 这个豪宅豪车什么事 然后学校在旁边就许你 就像刚刚那样 许你一个外来说 以后我们就是要坐在这样的房子 你开着这样的车子 第二天再也不跟这个人联络 我想我第一天跟你见面 谁要跟你攻读未来 你都不熟 为什么学长都这么答应了 这你还不跟他 至少是个钱力骨 你怎么知道他是钱力骨 待会就来借装修费 跟他邪灵灵的 学长 但是我仍然认为 也不要说这些女的 都是拜金女 因为他有点小手段 你比如说 咱们 你就是找一个女朋友 你都能忘了人家生日 忘了送个花什么的 这哥们 你瞧瞧 袁某人对每个人体贴的方式 都不太一样 给有的女友节日送花 陪有的女友逛街 给有的女友写彩色小卡片送祝福 你知道吗 这些细微的举动啊 中国的男的很多大男子主义 不搞这些的 当然他因为他去聘请 他等于是工作嘛 你工作总是事后老板 老板要不要咖啡 老板要不要脚底按摩 不对我觉得换成是这样的心态 你就觉得他的动作是合理的 可是话说回来 你追女生你说难吗也难 容易也容易 其中一招我教你 四个字 死残难打 这是湖南城教的 因为我碰过一个 日本的教授 他说他研究 他去在日本做研究 访问了一些 以前在日本 被湖南城追过的女生 为什么被追 他说湖南城死残难打 每天站在你窗下面 然后现花站在那边看着你 他说你刚开始觉得很讨厌这个家伙 后来你就心动 自觉反动 这一招超级有效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